就算一天也好 我想重溫我的公主生活 是豬神喔 讓我們來幫你實現這個願望吧 對 我們是神燈的精靈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一棟 可以說是非常多女性朋友 心目當中最夢幻的地點 好漂亮喔 是金色的耶 而且我跟你講 光這個選豬的公益真的不得了 看要從多少的珍珠裡面 才可以挑選這樣子一個 非常頂級的漸層的顏色 除了就是這樣子高級的珠寶之外 也會有日常可以佩戴的這些珠寶 那珍珠 他們也做成了保養品 讓妳每一天都像珍珠一樣 真的 我現在只有臉型像珍珠 但我皮膚還不是耶 我們就上去看看 這邊上去喔 對... 來 到了 公主的世界耶 真的 好漂亮喔 來 這邊請 我可以真的變成一顆珍珠嗎 妳將來可以變成一顆珍珠嗎 每一個女人都是一顆漂亮的珍珠 只是我們要把妳那個 最美麗的光澤引出來 妳看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膚 能夠像珍珠一樣 這麼的完美無瑕 沒錯 珍珠裡面的成分 它有自己收住水分的作用 喔 那在天然的這個珍珠當中呢 這個珍珠蛋白裡面 它含有數十種的氨基磚 它跟我們皮膚 天然皮膚的保濕因子 NMF 非常的相近 所以也就是說說 你用珍珠的保養品護膚 它就... 你的皮膚就覺得 這是我的一部分 就是新人啦 遇到新人耶 對... 遇到有血緣關係的人 還是救星... 一定要先試的就是它的洗面乳 我個人機制有套獎 喔 好厲害喔 好扎實喔 而且你看是Q的耶 而且它雖然是泡泡 你知道放在手上 它就像洗面乳本人 它是很濃很厚的耶 是妳的手觸感好好 對啊 大家都什麼說 你看 好細喔 是不是 而且妳看 妳的皮膚是滑的 滑的 就是風主貴婦的肌膚 第二個我非常推薦他們家的 就是二號靜潤型化妝水 它是濃稠的耶 非常濃稠 滴下去一般水的粘粘會直接化開 它沒有 它是那個邊緣的那個 足度耶 你看這一瓶 它就可以當成化妝水加精膜了 因為它保濕度很夠 對 妳試試看 全部來 這樣 它裡面擁有了這個大量的 他們家專利的 珍珠膠原蛋白 讓妳的皮膚表面 自己創造一層 珍珠的外套膜的這種 保水的光澤感 哇 我自主的好想一下 一直讚嘆喔 哇 唉唷 好爽耶 還有一個評手叫做黑蝶貝 它所產的珍珠 其實我們都會叫它 叫黑珍珠 然後他們再加上了自己 頂級的技術 把這一個 珍珠的膠原蛋白 奈米化 它會讓妳的這個皮膚的纖維母 細胞火化之後 自己增生玻尿酸跟膠原蛋白 哇 這麼厲害 珍珠裡面其實是含有很多的礦物質 裡面最重要的兩個礦物質 一個就是甲 另外一個就是蓋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 每一天的自我新陳代謝 跟提升皮膚表面的自我防禦的功效 就是光擦這樣 妳會覺得指甲好美喔 好年輕 好健康喔 是真的耶 對啊 妳看我的指甲怎麼會淡淡的粉紅色 對啊 對啊 我們指甲都畫的感覺 還有一個 它叫做美肌粉 它不是化妝品 它是保養品 好細喔 感覺睡覺的時候可以上一層 欸 它細到 欸 對 它就是早晚都可以用 它本身就有保濕 然後呢亮白肌膚的這個作用 它可以修飾毛孔 好粉嫩喔 對啊 這個真的好強 而且它細到是完全不卡粉的耶 它就是會在你皮膚裡面吸收之後 然後自然反射出那個珍珠的光澤 我跟妳講 他們家的蜜粉自用送禮 兩香椅 舒服 超細的 超舒服 抓到的瞬間 它化開了耶 對啊 哇 仙女來了 妳就是那個霧鋼 妳們相信這是50歲大叔的手嗎 好活潤喔 其實很過分耶 好啦好啦 那妳趕快去做黑珍珠SPA吧 好 期待我變黑珍珠囉 珍珠的美肌POWER 聽起來真的太神奇了 這裡附設的頂級美容SALON 就有使用珍珠護膚品的療程 薇如可要趁著這樣的機會 好好享受女王級的待遇呢 看她的手法就覺得說 天啊 每個製作都好到位喔 對 它壓那個嘴邊肉好舒服喔 對 壓到底耶 就是穴道在那邊壓的 對... 它真的都用走那個 對 穴筋末的那個 它這個是按摩霜 怎麼感覺是好潤喔 對 我告訴妳 它真的一整條全新的面膜 好奢侈喔 比牙膏還大掉 它等一下會用這個 黑珍珠精華膠囊 我試用過 這很厲害 等一下我們就要期待 珍珠光澤的韋汝 一日公主行程即將進入尾聲 在Kevin老師跟素玲 這對時尚完成度100%的CAPO之後 讓我們來親眼驗證 頂級珍珠護膚療程的效果 為了工作家庭兩頭燒的韋汝媽咪 再度恢復少女的粉嫩光彩啦 讓妳的皮膚吃完了美食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就真的來吃美食了 來... 兩位貴婦請坐 看完了珠寶 看完了保養品 做完臉之後 你可以直接上來 在它的八九樓就是義式料理 它雖然是義式料理 但是它有很多日本的元素在裡面 手叫很驚人耶 這有兩層樓高耶 天啊 對 就好像雲座的珠寶盒當中 沒錯 因為上面好多閃亮亮的東西 大家有包括我這一顆珍珠 Lady first 感覺好滑順喔 粉嫩粉嫩的耶 外皮好酥好酥 然後裡面的鵝肝那個油脂 跟奶油的香氣一樣耶 我來吃吃看我的墨魚麵 因為一般的墨魚麵 它用了很黑的那個墨魚汁 韋汝現在在吃墨魚麵 但是它的牙齒絕對不會黑 有沒有 好白喔 這才是貴婦吃的墨魚麵嘛 是不是 我的天啊 你看 吃油花 就這樣吃得了 這是什麼 好酥喔 好好吃喔 它烤的那個剛剛好 就是把裡面的鮮甜 全部封住 烤出來 我的是豬排 然後裡面有些微微透粉紅色 是松阪豬的 松阪豬的那種感覺是脆的 它這個豬肉好清香喔 就這個豬應該是吃蘋果長大的吧 吃到豬的就是它的甜味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邊吃吃甜點 一邊來聊聊天 來結束今天最貴婦的行程